联邦众议员赵美馨 联合报德温公园的凯撒医疗中心 以及南加州多家的妇女收容所 在10月份 也就是家庭暴力警觉月当中 共同为家暴的受害者 举办了爱心募捐活动 今天活动的主办单位 对外展示了这一个月以来 募捐活动的成果 并且再次呼吁广大的民众 能够向家暴受害者 奉献出自己的爱心 家庭暴力受害者生活物资募捐活动 到今年已经连续举办了九届 每年都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 而今年的募捐活动 更是成果丰硕 最终共募得了89代 每代容量32加仑的衣物 和日常用品等实用物资 而这些物品在经过 凯撒医疗中心的整理分类后 将转交给圣盖伯地区的 五个家暴受害者保护部门 并最终送到家庭暴力 受害者手中 在今天的活动中 主办方还现场请来了 一位家暴受害者 为在场的民众讲述了 他过去的不幸遭遇 以及他现在所拥有的 勇敢积极的人生态度 这些都让在场的民众深受感动 而一直以来都对家暴问题 极为重视的华裔联邦众议员赵美希 已经连续多年参与 家暴警绝月的募捐活动 那今天也再次呼吁广大民众 共同为家暴受害者 奉献出自己的爱心 洛书城市八台记者在鲍德温公园市的采访 报道